那有的话说老花依最近温差很大 植物如何防护啊 我先说说我们的一个办法吧 首先呢 我们加了这个几台 叫这个水暖 它是靠地下的这种水抽起来 它地下水它一般都是十度左右嘛 你像我 如果我们直接加热冷水的话 可能就麻烦一些 我们叫地热供暖系统的啊 那四台就是 要供暖吗 这个没办法 第二个呢 就这个东西了 这个烧超油的 一晚上烧这么一桶 这么一桶多少钱 我忘了 应该是180 你们跟我说的 这个多大土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一晚上这个东西能烧200块钱 我们这里边给放四台 这是为了保持温暖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叫大棚嘛 有个话说 老万一我们没有大棚 没有大棚 你可以做一个小棚 怎么做小棚 你看这个东西叫泡沫箱 你们家里面你可以长个大一点的 给你这个植物暂时放进去 白天的时候只要光照好 就拿出来给他使用晒太阳 晚上的时候你给他盖上 这样不就解决了吗 你也可以用一些什么呢 那种塑料袋啊 给他围一围啊 过一座啊 这个没别的高招 也没别的办法 你死外的那个呢 一般来说都是会加上一层棚膜啊 给他做防护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过热 有个话说 老万一你们过热是怎么处理的 过热 现在不会过热 如果过热的话 我们就开天窗 那你们一家也有窗 对吧 有个话说 老万一我们在夏天很热的时候 开空调去养花理智吗 不理智 因为空调那个风太深冷 太硬 有的人贪凉 就过分的给他吹的太凉了 很多的话 有能把空调调到15度以下 这个就不理智了 你开空调可以 但是不要低于15度 一定要在15度以上 明白这个事就行了 但我跟你说一个小技巧哈 景天刻的多肉 温差再大 你都不用管 因为晚上零零下两三度 不用管 白天三十多度 不用管 温差越大 它又哇塞 希望能帮得到你啊 还有菊花也不用管 菊花不怕温差大 就淡淡的稍微注意一下 结果不知道就怎样关注啊 老花一尽量的去帮助大家学会养花 每天会给大家分享 记得关注一下 老花一 也好就在一 白了 走不 嗨 嘿嘿 嘿嘿